我们现在呢 1 能量 按照我们这边的写法呢 负的h8平方3 2m nx 2π over L 的平方 再加上ny 2π over L 的平方 再加上nz 2π over L 的平方 我跟各位讲 我们不这样子写 我们要写固的h8平方 over L 因为用个表示式来讲是比较快 px 平方 py 平方 pz 平方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 待会让大家看看 因为呢我们现在的fi呢 根据这个地方来写的话 我们就要三个乘起来 细数向呢 先不管 我就写个证明 x 的方向呢 可以写exponential i 什么东西 nx 2π over L 的 x y y exponential i n1 2π over L 的 y z呢 exponential i nz 2π over L 的 z 因为我们运速分离法 因为我们运速分离法 不是说把这三个解答乘起来就是它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x乘上y乘上z 在运速分离法 在理想器体的时候 理想器体它的能量可不可以运速 当然可以啊 因为它的 假设没有卫能的话 它的能量只有动能 在5点表示是 它的动能是2分之mv平方 那2分之mv平方 我b大一点小一点 它是不是变成连速 是啊 在量子力里面不行 它的动能不再是2分之mv平方 而是 负的 dash part 平方 over 2m的 是吧 Laplus 这个才是它的动能 所以它告诉我们 它允许的能量 只有特定的能量 在每个特定能量呢 你有一个表示 以拖动方程的 一个表示是 所以那瞬间呢 就跟啊 五点完全不一样 所以难怪 等出来会有所不同 但是 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 假设呢 对一个拖动而言 我们常常就会说 一个东西在拖动呢 拖在传递的时候 会形成 Exponential K 动 好不好 这是很自然的习惯 K using way back OK 当然呢 就是位置 那我们为什么写成型 K 就是根据我们的习惯 这样子来写 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看得到 那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 这边马上就变成什么 Exponential I K X 乘上X K Y 乘上Y K Z 乘上Z 你看看 这个我展开的时候 X X X Y Y K Z 对不对 我这三个乘起来 刚好就是 好 现在我有状态 我有能量 我有状态 现在我想要知道 它这个分布 到底是怎样一个分布 OK 到底是怎样一个分布 所以我们要来玩一个游戏 来搞清楚一下 我们到底要讨论的是什么 OK 好 为了解放起见 我们来看看 我们不是说它现在能量不准连续吗 不准连续的能量 跟它的状态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现在为了解放起见 记住每一个K 每一个NX 都可以正负好 我现在先不管 我现在只管正负好的地方 负好的地方 暂时不管 因为这样子 我做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你只要抓到概念就好 不要太相信这个问题 概念是重要的 好 我们有状态 状态 状态就是NX NY NZ 对不对 那Energy呢 我将Energy 再把它除以 把前面的常数都把它除掉 除以负的H8平方 over2L 后面不是有2排overL的平方 可以提出来吗 我先做这件事 所以剩下的能量的形式 只有NX平方 再加上NY平方 再加上NZ平方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V function 怎么来表示 就是NX NY NZ 来表示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看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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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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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我可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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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我用2个1,可以吧? K011,我也可以把0摆来总结,101 2个1,1的平方是1,1的平方是1,1加1点2,所以能量是2,2,2 它相对的是011,101,110 你发觉能量5,2的好像在这边初步看起来有3个坚定 对不对,再来呢,它就3个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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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是3,状态是11 诶,你发觉到了能量3的时候,状态是3个 再来,这边我要多玩一点,002 002呢,那就4哦,所以它有002 有看到这个你就知道,020,200,通通都是嘛,对不对? 所以它有4,它有3个同样的量 好,再来呢,再来下一个你要什么? 对不对,003,可以003得到是9,太高了 012,2的平方是4,1的平方是1,4加1变5,3加15 好,012有什么排列的方式? 012,我有021,两个电脑 然后再把0塞到中间,102 然后再前后电脑,201 再把0塞到后面去,120,210 都可以啊,因为这些根据这个计算起来,能量全部都可以 多少?5 5 有6个状态 所以假如说我们画一个表,就类似于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one dimensional的,那个一五维的,无限房间的表 当然我们是无限房间的,我们是画一个能量在这边 ok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能量是什么?0 然后这边呢,我们写状态数 一个状态 结果我们能看到,1 它有几个状态?3个状态 能量是2,有几个状态?也是3个状态 能量是3,有几个状态? 只剩1个状态 能量是5,能量是4,几个状态?3个状态 能量是5,几个状态?6个状态 你发现状态是越来越多没有错,但是 但是,大大小小不一样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假设,这个是它在这个核子里面允许的状态 假设我这个材料里面有6乘上是个23四方颗的电子 那我电子应该处在什么状态? 假设是你度k的时候,你要处在什么状态? 大概就1个电子丢进去 这个电子它要跑到哪里去?最稳定 它是能量最低的地方最稳定 所以当你把第一颗丢进去的时候,啪! 哇,就跑到这边了 6个电子再丢进去,啪!它就掉到这边了 诶,我帮你不向往平安立场,对不对? 第三颗丢进去,它能不能再掉到这边? 不行,它只能掉在这边 第四颗在丢进去,丢在哪边? 还是在这里 因为这里有三个状态,每一个状态可以先存 允许两个电子的话,正常在6颗电子它才满足 好,我一直丢,我一直丢,我一直丢 我丢了6乘上10个23四方颗 报告各位,到我死掉的时候还没满 因为我算都来不及算 OK,我现在123456790,我都算不到10到23四方,我就死掉了 除非我说明有一万岁嘛 那意思是,填到某个地方满了 这个是什么? 这是这个电子的内能 总能量,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填到满了,这个能量叫做 Permium H 其实这个一出来,马上就告诉你有差别所在 什么叫做比热? 比热听不清楚,比如说什么叫做热? 比热四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热容量,是不是? 热容量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身家一度是你所需要的热能,对不对? 就跟我们以前最常讲的度量一样啊 我吃了一饱饭就觉得好撑好撑好撑,对不对? 我高中时代的时候,我的书包里面根本就没有课本 我只有两个大便当 因为呢,第一个大便当十点钟就吃完了 第二个大便当继续吃,吃到十二点钟 因为我容量你们啊,很大很大 那现在的女生啊,为了漂亮啊 吃饭都是蒜颗粒啊,对不对? 你吃五粒啊太多了啦,吃三粒就好,对不对? OK,现在问题是 一旦我希望知道你的笔子的时候 我必须给你一个能量 我希望看到你们一度七的变化 一度七的变化就代表你的运动的功能 有多少能量 所以我一旦给她的能量之后,她要受到激发 我,我这个电子,假设接受到能量 你给她的能量不是很大 她能不能跳到这边来? 不行了,身边摆了,你怎么跳? 她能不能跳到这边来?不行了,也是满了 她能不能跳到这边来?抱歉,你没给那么大的能量 那我怎么办?下面可不可以跳? 不行,只有谁可以跳? 这一边的 上面有很多能带,对不对? 我这一边的,电子可不可以跳到上面来? 可以啊,我可以跳上去哦 跳上去的就代表它吸收了嘛 下面可不可以吸收?不行了 所以这件事情马上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只有电子所量到的底子啊? 只有 理想气阶摆在这里 因为只有这边的电子才能够吸收嘛 这边怎么吸收? 通通就压死了 它不能吸收 那这边量很多少 大概就摆到这边之后 原来我们要看待电子性 电子的时候 你必须要遵照电子的特性 遵照它描绘的方式来描述它 当然你可能会很靠起啊 对不对?到时候可以问你们老师 那人怎么想到用这一招来描述它呢? 怎么这么心灵啊? 你描述完得到的机会 就是它表现出来的行为 对不对? 哇,真是爽耶 好像考试的时候不想是哪个答案 对不对? 一选,然后就选对了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啊 对不对? 它真的是挑对的 按挑对就代表它一定是对嘛 是不是? 未必 我们只是在描述现象 我又不能其他想的东西 描述这个现象 我能够描述它 必须在我家想的东西就是它 我可以把我太太形容的 让你们好像觉得你很认识它一样 但是你看到它 你还是不晓得它就是我太太 所以我跟你讲它就是我太太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极限战 OK 一旦有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很想要知道 premium energy 你说只有这附近能够跳 那我想要知道这附近是什么行为 那第一件事情 premium energy 多高 它能够跌到多高 你说简单 我有六成十多二三四分 我就一直丢一丢一丢一丢 看它跌到什么地方就是多高就是多高 对不对 可以吧 当然可以这样做 这是你一辈子也算不完 OK 那这次怎么办 用脸的 我告诉你 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行 开车撞到石头的时候 简单三分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马上就往脑袋一绕 就绕到另外一个空间去看 事情就很简单 假如我们今天讨论的 不是一个无穷大的晶体 而是我们现在非常著名的叫做 奈米颗粒的时候 你这个状态没有多少 你就可以真的跟它算了 然后就把它填上去 我现在要教的这套 用在这边 就完全不实用 我现在教的这套是古典的 就是说比较大的晶体 OK 那算是奈米粒粒粒粒 你就可以一个一个把它丢进去 看看要丢几个就下去丢 真的把它算出来 那这样 照样就算了 可能它也没有几颗 一般奈米粒粒粒有几颗 一千颗 五百颗 一百颗 那这几个钟 五个就把它填完 好 那就很简单 好来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么样 转换到 转换到哪边呢 我们要转换到哪边 好来 我们写成这样 这样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吗 这是什么方程式 很像第四地 对不对 我再写一个东西 写一个你们熟悉 X平方 加Y平方 加Z平方 等于R平方 告诉我这是什么方程式 求方程式 对不对 这个半径 这个半径 假设我把这个叫做X 这个叫Y 这个叫Z 这个叫半径 和平方 你会发现半径的平方 跟谁有关系 跟能量有关系 我这边在填的时候 一定从最低的能量开始填 我一从最小的半径开始填 那左边是个隔点 因为这些都是不连续的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空间 转换到一个P space P的空间 P的空间是什么 每一个P都不连续 你告诉我 我这边的P是等于什么 是不是NX 乘上2π 处理L NX最小是什么 0 P 不是0 NX 再来是什么 1 P 2π 就是它的整数P 下去 那这样式子代表 就说 我这边有个点 我这边有个点 这边有个点 这边有个点 这个呢 000 000 这个 001 在自己手上 001 在这 010 在这 100 在这 我一样画 我画下去 是不是每一个状态 变成在P space上面的一个点 每个点都表示一个状态 抱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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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都丑了 是不是代表一个状态 那很棒啊 我怎么知道我要先填哪个状态呢 请你告诉我 我递个电子进去 我要填哪个状态 填哪个状态 填 能量最低的状态啊 能量最低的状态 就是半径最小的状态啊 告诉我哪个点 半径最小 圆点 那我先填这一点 所以你填完之后 我填谁 我填轴上的 对不对 我填的方式是从中心点 往外头一直填过来 这个想起来就比较 顺一点 你看这个 我麻烦 这个从下面填到上面去 就每一个速度都还不一样 但是这个底填出来的时候 就很容易理解 它从里面填到外面 很幸运的是 我们要填六成上四的二十三次方克 你要填五颗 填一百颗 那你就乖乖的一个颗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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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 填 accountant 我把这个颗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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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我把这个颗颗颗颗颗颗植 这个时候我就把它填到宝了 这个时候半径是特别的半径 我把它叫做大R 为什么叫做大R 因为大R 就是当你填到满了的时候 这个能量叫做什么 Fermianage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R 是不是就等于根号 2M1 这样好 2M8 那当它等于2M1 Fermianage 2M8 我刚好填了N颗的这个能量叫做Fermianage 那我是不是就被求得到它的多高了吗 对不对 好了 你要求它多高 就是要知道它有多大的半径 我怎么知道它有多大的半径 它说我知道颗粒素你不要忘掉 这个是颗粒素 两个电子可以两个状态 你只要找到2M的状态 找到一个圆球里面有2M的状态就好了 对不对 那我怎么知道2M的状态的半径是多少 心灵的是因为我们这个N很大很大 所以我可以知道每一个点 它所占的体积有多少 我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啊 每一个点所占的体积有多少啊 我可不可以知道 可以 体积怎么算 这M算 它是很高嘛 长是什么 一定是两个子点当中的距离啊 我们在K在这边变化的时候 我们说N等于0的时候就是K点 对不对 所以你在那里写K点是等于什么 N等于0就是0 K1呢 N等于1是不是2M N等于2 K2呢 9等于是什么 2乘上2M 所以每个点当中的距离多少 2M 那是不是它的宽度是2M 注意了 它的体积是什么 当然三倍 这还有少 解决了 对不对 圆的体积是多少 3分4拍R3四方 3分4拍R是谁 R是谁 在这儿 要开灯套 开灯套 放掉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假如说 每个点的体积 看成方形 方形 叠起来也不会变得圆 除非一种重力 就是当你要跌起来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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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体积 导致每一个方形的体积趋近无穷小的时候 这个时候边界看起来你根本就不晓得它是确实状 就像你用雷射列表进去画一个圆一样 那画出来圆啊 你觉得它就是圆 你会不会知道反面是确实状 你心里面知道它都会看不到 对不对 我们有个状况吗 那我就说这个圆 因为它够大 所以只要我体积加起来了 方块体积加起来 你等于你的体积 就是了 那么我把这个体积 除以每个方块的小体积 那是不是等于方块的个数 方块是谁 方块就是状态的体积 所以方块的个 方块就是状态嘛 状态就是状态的体积 所以你有几个方块 就代表有几个状态啊 所以我把圆的体积 除以状态的体积 抱歉啊 这个状态比较长 是不是等于总体积 是不是等于什么 种状态 我只需要几个方块 二分之陈 是不是 所以我要几个 这边告诉我二分之陈的 这一天呢 就把它丢进去吧 这边为圆的体积3分之4π 这个的根号2m1f除以h8的3次8 除以2π over L的3次8 那么我就算得到它的pergianity 就可以算成它背景 这个背景跟什么有关系 背景的体积有关系 跟你的n有关系 就是单位体积所含的电子素有关系 所以假设你拿到个金属 你怎么知道这个金属的位秘能有多高 简单嘛 看看它上面有几颗 假设它是一架 它可以几颗电子 那几颗就是几颗电子 假设是两架的 那就几颗原子乘上2 就是这么多自由电子 除以它的体积 那就看到每个东西的密度 好 我们来看看几颗素 这三个前面是一架 下面是两架 我们看看它Q6很成坠水 电子的浓度有多少 每栖息的浓度有多少 这个呢 4.7乘上10的22次方克 原来你拿一个栖息的 一个地方公分的体呢 它上面有4.7乘上10的22次方克 那2.6 2.7乘上10的22次方克 你发掘一件事情都是一架 但是越往下面 它所带的电子的电量 同样体积的电子的电量 越来越少 对不对 你可以从数据上面去计算嘛 拿密度来算你们就算出来了 假设看到这个我第一个就很讲 为什么 为什么越来越小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越来越小 离 纳 甲 都一样 每颗原子 其中一颗电子来得到电子 但是 它的密度就越来越少 为什么 体积 什么体积 因为越下面 电子越来越多 体积越来越胖 越来越胖 当然塞在同样的电子里面 塞的多数就变少 对不对 所以它就变少 对不对 因为有这个概念哦 好 皮呢 皮每盖都是两架的 它是怎么样 你发觉 二架的呢 因为它的每一颗 提供两颗电子 皮跟你来比呢 皮只比一大一颗电子 多一颗电子 它只是大一点点的 但因为它提供两颗 所以呢 假设我直接跟这个来比的时候 哇 我的密度好大很多 它其实不只是这个关系 因为还有结构上的差别 因为它的结构可能 比较紧密的堆积 所以呢 它的单位 就比较多 跟电子 然后呢 下面越来越胖 所以呢 它允许的电子呢 就越来越少 好 好 然后这个时候算出来 ADF 就是什么 肺敏能是多少呢 几个EV呢 这个4.72 3.23 3.23 2.18 你看 肺敏能也一路下降 也一路下降 因为你的密度 这个是密度 一路下降 所以它就跟着你一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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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可能你們三年級的熱統計就會叫 熱統計會叫Hermic Direct Distribution 很快就算給你們看比這什麼算 但是呢 我們剛剛還有提到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來看看 我們知道現在隨著能量的上升 記住這是隨著能量的上升 就像這樣有這個半徑越來越有外面一樣 這三個狀態數目未必一樣 這個空間只有兩個 就是說我拿這個 這個空間涵蓋的這個 我把它切一片這樣 這個狀態數跟這個狀態數跟這個狀態數 隨時都在不一樣 對不對 那我很想要知道 假設我把球切成一圈一圈的 跟洋蔥一樣 有一定很小的後路 請問這個後路裡面它包含出幾個狀態 到了最下面當然只有一個狀態 跟遠近連一個 到了外圍的時候 哇我在切一圈啊 上面還有個點啊 是不得了的點啊 那密度一定很大 我知道它一定是從小到大 對不對 但是怎麼變化呢 這裡面可能不是很規則啊 因為我從這邊知道它不是很規則 那到了外面的時候 那時候我量這麼大 我才不管單跟一有什麼差別 因為我外面人是十個十幾四方在密啊 那這個時候我怎麼知道 我切一塊小單元 裡面有多少狀態呢 我從這邊切一個 一個圓的 的薄酒殼 那狀態有多少 我們把這樣的狀態 叫做狀態密度 密度一定是 質量密度是什麼 質量除以體積 對不對 我們教室它包含學生的密度 一定是學生的能數除以體積 那我們假設在這個地方 我們查了密度是狀態 狀態就是點數啊 密度是跟誰比 跟這個薄球塊的體積來比啊 那我們很簡單的就來看 毛球塊呢 這一邊 到這一邊 會有很小的 厚度 因為R跟E有關係 就相當於 很小的能量差別的時候 它會有多少的狀態 就知道它的定義 定義就是 你有多少個 狀態 對 能量來 為能 他們這樣做的時候 你發覺它的狀態密度 我們給它的 狀態密度 我們給它的 狀態密度 它會寫成 V 除以2 2m H8 0 2分之3 更好 所以你要是畫一條曲線 這個是1 這個是狀態密度 我們發現狀態密度跟1啊 是乘開根號 正比的 所以 你在這個地方有這麼多個狀態 這個是狀態的數值 對不對 到這個地方有這麼多個狀態 到這個地方有這麼多個狀態 我想請大家 回家算一算 我隨便給你一個 假 請問一下 在它被你能念的附近 假設 填到這邊填滿 在這附近 狀態的密度是多少 那還不簡單 這個把它帶路 四層啪啪啪就算出來 不就得了嗎 不會算了 不可能的嗎 對不對 你就可以了解 那個地方 當這個球殼到了外圍 隨便切一點 一個保球殼上面 上面都好多好多 好多 好多個頭 OK 但是這個狀態數 跟所有的狀態來比呢 又很少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 因為呢 你能夠跳動的 只有在這附近啊 我給它一個能量 它可以跳到外面 更高的能量的地方來 也就是說 只有在表面 這一點點的位置 可以跳而已 多寬 多寬的能量可以跳 以往室溫 室溫幾度 300度沒有 它能夠提供多少能量 我們說能量均分定比嗎 每一個微度的提供 二分之一個Kp嘛 它管理幾分之幾個Kp 它一定正乎於Kp 對不對 你多差一兩個長數 所以它能夠跳的這個範圍 它能夠跳的這個範圍 它能在Kp的方 就只有這樣 所以呢 我有效的 只是在薄薄的這一個求可乘 能量跳上來 可以把你的熱門質量 它比色只有這個部分 能夠提供 那你這個時候假設要真正的了解它們行為 就把這些算進去 最後跟實驗數據來比較 看看我們這個模型 不只是概念上行得通 當然你要先概念上想起來 好像行得通 然後下去計算嘛 對不對 這樣算到最後 發覺跟實驗的還是不一樣 那就代表我的這個狀態 想起來可能行得通了 可能還不夠 但是沒有想到 這個算起來 就準了 用很簡單 用很古典的 量子物理的模式 來描述你的自由電子 竟然就可以把這麼複雜的系統給剪得到 一算出來 哇 真的是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